当装修预料和另一半意见不统一的地方 你会怎么处理 所有的大姐每一个都要提前提案对吧 就是广告人的职业病吧 我的天哪 为什么说装修是夫妻情侣感情的试金石 我们审美上还是比较有共同点 不然这个家就没了 我怎么感觉看到了我跟战老师平时沟通的方式 再往下讲就要开始吵起来了 又是什么样的装修能让这对90后夫妻 在家无压力养身躺平 起地而住毫无形象都无所谓了 我也需要躺 你躺吗 我觉得你们这个空间真的还蛮适合就到处躺的吗 对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柳娃的Room Tour这期节目 咱们去拜访一套上海老公房 炮内60平的小两房户型被屋主塞进了无数种颜色 而且任何一件软装家电的天职 这对夫妻都要经过提案battle 整体的动线设计还借鉴了吃豆人 总之这是一个有趣有料又有梗的家 咱们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屋主 二水信人 为什么叫二水 因为我正好名字里面有个兵 最近胖了就变成了二水 对我们两个都是做网络行业的创意 哇你们加班应该很严重吧 老板如果看的话我们就说还好 当时画了多少预算 当时预算还是想就是30万 现在差不多已经快50了 我们前面装的话还会去做预算表 后面就是觉得怕了 也不见为敬 那就抄就抄吧 反正还能过得下去 大家装修的时候有不抄预算了吗 我感觉 二水家预算不低的原因在于 他们的圆户型的格局改动是比较大的 原本本乡的通闭书房打开做成了开放式 引入南侧采光 这样一来就获得了一整块采光充足的LDK空间了 大家可以和之前的图片对比一下 变化真的特别大 另外一个改动比较大的地方是卧室的开门位置 从卫生间旁边移到了客厅 不仅做到了干涉分离 还解放了卧室的L型收纳墙 动静分离的动线设计也更加有趣 而有趣这两个字也是二水和信人对装修的核心诉求 我们是希望动线可以活泼一点 包括我们的D砖其实当时也是 我们也是帮我们从训练过 很像游戏里面的赤豆人就很可爱 你看其实有很多那种小砖和大砖的一个拼接 它其实是根据这个空间的一个动线去走的 这边的黑砖是通往厨房的对吧 这边的黑砖是通往卫生间跟厨房的 沿着一个路线走 你就能走到不同的空间 就像玩肉系一样 其实刚才你们一直在强调一个词 就是你们想要有趣一点 不管是空间还是动线 包括你们整个的配色 真的很有趣 从白色到黄色 绿色然后再加上这些暮色 可能很多人会接受不了 会觉得有点大胆 对于我们来说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 对我们来说这还保守啊 卖相跟食用药都要兼顾 包括厨房这边你们做了一整个U型的厨房 大家不要看厨房 第一眼看这个配色很出跳 是一个非常艺术化的一个厨房 但其实它的功能性也很强 它的收纳空间操作台面都是非常非常足的 也没有做全开放式厨房 而是做了一个半墙 这样其实又有物理上的区隔 然后呢也能保证这个视线的通透 就你看过去空间是非常非常棒的 而且你看像这样半墙的一个设计 我相信你们做饭之后 这个小台子其实也可以简单当一个小吧台的 放放饮料呀 然后备备菜呀 当时就是因为觉得这样会很温馨 就是你这边做完菜以后可以直接递过来 这个餐面柜蛮好看的 这个是那个返屋的 当时大概七八千吧 就是收纳的 就不太能看很多 别想打开 这个不就是生活吗 虽然我们现在有很多 这个网上内文也好 国主也好 我们在研究收纳 甚至还有专门的收纳师对吧 但是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 能做到二水你这个地步已经很牛了 不 我们是找收纳师的 给你们找补了半天 师傅 当时半天的时候 整个过年 年初一说到年初七都没说明白 年初八千我上班了 然后就想怎么办 我要哭了 我等会给你开一看照片都是非常乱的 像狗狗一样 就是无能 我真的是收纳无能 他也工作在忙也不管 然后一气之下我就请了收纳师 然后一天之内三个人帮我们就收纳完 请了三个收纳师啊 三个收纳师花了多少钱 四千左右 但现在已经算是维持的70% 稍微有点流逝 但是还好 我感觉就跟打破尿酸一样 对 在颜色搭配上 二水和杏仁的确花了很多心思 但因为东西太多 收纳也是他们必须要考虑的点 除了餐厨收纳 小户型收纳够不够的关键 还要看玄关 而二水家玄关的设计就非常巧妙 不仅合理利用了墙面 做出多层色的收纳 整体的颜值也非常在线 这个凸出来一点点 这个是鞋柜 因为它比较深 薄柜就放一些杂物 还有一些出门啊 拆快递用到的东西 这个也是小鞋柜 对的这翻的 这个是下翻式鞋柜 这里为什么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板呢 凸出来 本来想冲过去的 但是觉得这边还是要有个做地方 我们也想这里空间能多利用点 所以这边就是换鞋会方便的 稍微搭一点一点点的地方 但是够用了 你不用长时间做 然后这边其实也是有一个 有一个可以做的一个地方 这个其实做的很舒服 是啊 在这换鞋 因为这边是没有柜子的 就利用过道的空间 然后在拐角处 这个视角就是这个玄关柜的背面 就是中间卡了一柱枪 但是通过这个开放格 加上这个比较好看的这个中柜柜 然后让整个这个两三平米的空间 显得非常非常完整 它不会有墙也不会有柱子的感觉 然后这边也去做了一个像小的这种景 它们就是在晒太阳 哦呦 猫猫们在晒太阳 天哪 这个猫好肥啊 就是放在这专门给它们晒太阳的 这个景的设计 你们的软妆 包括小柏柜 其实真的有很多黄色元素去点缀 跟你们厨房的颜色去做一个呼应 看起来你们颜色多 但其实都是有相互呼应在的 它不是乱用颜色的 这个柜子也具可爱 这个柜子颜色真的选得很好 你看这个白色跟黄色 跟厨房的黄色又能做一个呼应 其实这个是选颜色选了很久 因为要跟我们房间搭 然后我们自己去做了一些效果图 然后去给工厂去订 本来跟我老公当时意见还相似 因为我觉得过道就要宽 就要舒服 他说不 我一定要放个过道柜才圆满 当时差不多整个大概要小半个月了吧 就是婚后夫妻的真实生活 我之前买车的时候 就是因为要买特斯拉还是买极客 戴老师应该有一个月了 装车的过程中真的经常吵架了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Art嘛 都有自己的美学的一个理解嘛 桌子也好 沙发所有的大姐 包括那个电器也是 每一个都要提前提案对吧 我跟你提案好吧 甚至把它图都做好 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就是广告人的职业病吧 我的天哪 否则没办法说服对方 是谁说服谁多一点 最后是达成共识 就是都退一点 还是要找一个两个人都喜欢的 对 我们审美上还是比较有共同点的 不然这个家就没了 不至于吧 这个家就不只装一年了 估计要更久 吓我一跳 你说的这个家是物理上的家 磨练出了相处之道 试金石 现在试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能过下去 挺好的 在看视频呢 相信应该有很多夫妻 或者准备结婚的夫妻 准备装修了 能给大家提供一些经验 大家记住 一定要是一个人煮的 另外一个是打配合 不要两个人 也不是狗咬狗吧 就是 不要互相行舒服对方 有一方要做好妥协的准备 哦 说我 对 是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客厅 灯 灯 灯要开吗 哇 你们这灯都会撞头的那种 没关系 你会上就行 投球 拯救国足 你会在家里面做这种傻事吗 我天天做 为什么会刻意把这个灯掉这么低 其实就是好看 但无所谓因为它其实非常非常轻 然后你稍微顶到也无所谓 反而会觉得很有趣 换来换去的时候 它下的光也会变化 哦 反正肯定是非常那种有氛围感的灯光 然后再坐在这吃个泡面 哎呦 是不是经常在这吃泡面 其实我觉得家就是一定要有这种 让人感觉很放松 对 没有压力的这种感 因为小货间的客厅也没有用太笨重的茶几 你看现在你们就用一个小的录音箱 很方便啊 而且你们想想 如果你们真的放一个传统的茶几 哪怕它再小也会很占地方 像我这样在这做的很随意 很自然就没法实现了 哎呦 这样特别舒服 但是你刚才把脚放上去的是吗 对 是啊 你们吃外卖不是在这吗 是的 没有关系的 反正自己人是吧 这就是生活 无所谓的 不讲究真的挺好的 我觉得两个不讲究的人才有可能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对这方面不讲究 但是我们对其他方面很讲究 比如说设计上面的 美学上面的 这个沙发选的也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跟你们的柜子好搭 主要是其他也没看上 这个其实是 其他也有看上 但是没有达成一致 嗯 我刚刚听到了一声叹息 我怎么感觉看到了我跟战老师平时沟通的方式 我说好嘞 我也需要躺 你躺嘛 又没人不让你躺 你睡点这都行 哎 生活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这个家虽然有很多这个很艺术化的设计 但其实很舒服 不是那种巨人鱼千里之外的那种艺术品的感觉 然后你们的主卧在哪啊 主卧在其实在这个门后 你们做了一个隐藏门的设计 当时那个隐形门 它其实给我们的报价还挺便宜的 当时我人不在 它做完之后就是这个门跟这个东西 它是差不多插了很多一个层次 那我说我要作品的 他说作品是另外的价钱 另外是另外的工艺 啊 因为最让我气的就是当时跟我说一个价钱 你要 就顶着好了 你要 他说你要安装要严丝合缝的 大概要翻倍的一个价钱 但是我说那能达到我的效果 但是不一定 他们在拆的时候还暴力拆 面强的一个就是做好的东西 通通拆下来了 所以我要实名举报他 难输 大家闭个坑 或者说稍微上点心啊 挺好吧 那咱们稍微平复一下心情 我们继续看看这个卧室里边的 那个球也别顶着了 讲道理还挺适合 你们的这个卧室 完全不像外面的风格 好素好极简 平常人都卧室着 你们是在衣帽间里面搞了个床吧 你们不是在卧室里面做柜子 你们这两面墙全部都是衣柜 当时就跟设计师说 我们真的东西放不下 我们东西太多了 物欲横流 对于消费主义 醒过来的时候已经充满了 这边欠了一个小的一个化妆桌 很少用到 很少做点化妆 因为基本上他们会在车里化妆 哇太真实了 我的天哪 对啊 这就是日常啊 生活就是这样 他非常鲜熟 他能顺手的把一面小镜夹在那个 软背跟那个 警诊这当中一个空间 然后加一面镜子 广告给我泪目了 这个柜子真的好好看 哇好精致啊 这种小柜子比那个传统的浴室柜 其实是会精致一些 这个就是设计师帮我们去做了一个 风格上的一个调和 之前也挺喜欢腾边这个风格的 它是透气的 对吧 它不会潮湿在里边 这个把手我好喜欢 很可爱有没有 但是选的还蛮久的 这个是在哪选的 这个在Sara 书房 来我们进去看一下 书房 平时书房主要的目的就是加班 日常办公的区域 对 日日夜夜 对 那这套这个植物架是多少钱 是4000多一点 它非常实用 这里有一个书桌 然后这个小书桌下面 其实还是有小桌贴的 是的 有个小客桌板 然后这两边还有一个抽拉柜 我老婆的音乐梦想还躺在那边 讲道理 如果你不跟我说它跟音乐相关 我以为是一套钓鱼装备 我说你老婆喜欢钓鱼吗 我老婆喜欢沐鱼 电钢是吧 我在想你们来之前 我能放上去 然后想想算了吧 这就真实的 说一个更真实的 我之前买了一个小的这种电钢 丢了一斤 因为它真的还蛮大的 否则你这边又可以放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柜子 其实我这边你想好买什么柜子 什么时候扔掉 我买新的柜子了 每天催 OK 今天的礼物环节 再一次给大家介绍一下 Catlink的智能猫砂盆 比我家里之前用的那款要小巧很多 就更加适合小户型 你看放在这儿 真的蛮可爱的 就很适合这个空间 今天给我的感觉就真的很像 来一个认识很久的朋友家里面做客 其地而坐 毫无形象 都无所谓了 就是很舒服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家特别是小户型的家 就是要有这种可以随时席地而坐的感觉 就会很舒服 它一定要有很重的生活痕迹 不然就是完全是那种像艺术空间一样 因为我们还是觉得要贴近生活一点 二水给我的感觉也很随和 就从最开始的自我介绍 为什么叫二水 我就印象好深刻 一直去到现在 真的很有趣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自我介绍 虽然这两个偏旁不手离的远来远 但是感觉跟我的距离 跟观众们的距离反而拉近了 装修能给到我们很多这种亲近的感觉 很随和 很日常 人其实也是 因为这个是你们的家 跟你们的个性也很相关 我也很想问信任 你觉得二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老婆就我爱的人 突如其来的告白 都开始抠眼睛了 我老师在家里面说那种土味情话 肉麻是不是 在家里面一直说土味情话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时间太久了 我们两个人是初中同学 初中 校园恋爱 修成正果 是我修成正果 其实它是我看上的 这小伙长得挺标致的 这只是暗暗的喜欢 然后是阴差阳错之后 在毕业之后 然后慢慢再认识 然后再开始谈 经过这一次装修之后 有没有觉得更了解他一点 其实已经很了解了 但是还是会发现一些新鲜的东西 比如 生活在一起的以后 你还是会发现 原来他喜欢的是这种感觉 原来我喜欢的东西 不是他喜欢的 还是会有这种发现的 在一个空间的时候 你就是两个人的邪傲跟审美 都要一起去达成一个共识吧 就是我们都是这样 这个一定要是互相都喜欢的 因为如果你选择一个不喜欢的 你就会心生怨气 然后他会在生活的细节中 就会爆发出来 比如说在书房的那个请假 那个请假 哦 哦 那个每次提起来 我就说你就不要管它 你先有的东西 你要进来的话你就先进来 你先不要管它 你不要看它 再往下讲就要开始吵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也就是装修的意义 特别是对于两个人的家庭来说 就自己装修真的 我自己爽就够了 但是两个人的装修 就会更难一个层次 他需要不断的磨合 去做一些折中的选择 去更频繁更深入的交流 虽然过程很痛苦 但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最后我记得当时我们装完以后 其实是从心里面觉得很开心很快乐的 你能看到身边的他 他也是很开心的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开心 这是幸福的 装修是一个比在一起生活 更深入磨合的一个过程 反正我是觉得这期小户心 不管是从配色的大胆 还是软妆的调选 还是很多材料的选择上 我觉得都是能够给大家非常多 有用的参考 特别是对于情侣 对于夫妻 我觉得这期还是要反复刷一刷 在装修的过程中 怎么去磨合 怎么样去沟通 单身的朋友们也要先收藏起来 好吧 终于一天会用到 最后也非常感谢 幸运和二姐的分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能量 如果你觉得还在想 点赞投币收藏 一键三连 我是柳娃 关注和家庭一期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们想不想像老公表个白 回忆一下这个 处中暗恋的感觉 这不是我们的风格 这不是 我觉得就现在讲 咋样的地方